二战时 日本在太平洋上死磕美国 被揍得挺惨 其实日本在打美国之前 本来想打的是苏联 二战爆发前夕 日本在东亚发动侵略战争 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巨大的成功 让日本陆军自信爆棚 野心和贪欲都急剧膨胀 制定北进计划 打起了苏联的主意 他们的小算盘打得特别美 日军从中国东北出兵 在东边打 法西斯盟友纳粹德国 从欧洲出兵 在西边打 左右夹击瓜分苏联 东条英机 板渊征四郎这帮人迫不及待 把莫斯科的房价 学区 垃圾怎么分类都查清楚了 就等着搬过去抢好东西了 于是 从1939年5月开始 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 今天内蒙古的诺门坎草原上 向苏军发起了进攻 日军不断投入兵力 战事迅速升级 一场全面进攻 眼看就要爆发 那斯大林非常窝火 西边有个希特勒虎视眈眈 远东日本人又来找茬 这岂不是要两头受气 不行 必须找个人好好教训一下日军 断了他们的念想 很快 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 朱可夫将军 奉命来到诺门坎前线 出任苏军总指挥 当时 朱可夫还是苏联众多将军中 普通的一员 他的牛人之路 正要从此开始 一场精彩的较量 就此展开 第一回合 正面刚 关东军是日军中战斗力 最强的部队 昵称叫皇军之花 他们信心十足 要让苏联人 见识一下花儿的魅力 关东军派出了 两万多人的兵力 还有最精锐的第七师团 可谓花中的战斗花 这还不够 他们还拿出了 压箱底的宝贝 第一装甲师团 日本的钢铁资源极为匮乏 没钱大规模造坦克 这个第一装甲师团 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坦克师团 被称为国宝 平时都是锁在保险柜里供着 从来没舍得用过 这回豁出去了 咬着后槽牙 把这批坦克派上了诺门坎战场 可是日本人没想到 诸可夫将军是苏联军中的坦克战专家 跟他玩坦克 那真是跟关公比刀 跟姚明比高 而且苏联是工业强国 苏军坦克的个头 性能 装甲 火炮 都比日军强得多 诸可夫将军派出300辆高速坦克和装甲车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境 轻松击溃日军 一场战斗下来 日军的国宝坦克师团损失过半 可把日本人心疼坏了 不能这么打了 再这么打棺材本都赔进去了 赶紧把残存的坦克师团撤走 再想别的办法 第二回合 炮战 日军痛定思痛 看来进战不好使 那只能远程攻击了 他们调来了重炮连队 猛轰苏军阵地 那苏军也不客气 立刻开炮还击 两军阵地中间隔着一条河 日军这边的地势较低 日军火炮的射程又不够 只有苏军的一半 而苏军的炮兵阵地 都是朱可夫实地考察 专门安排的 早已标好了目标 所以日军的炮火不但没效果 自己还被苏军轰得够呛 那步兵都去找炮兵抗议 别再开炮找打了 那吃亏的还是我们 第三回合 细军战 日军又痛定思痛 看来物理攻击不好使 那只能生化攻击了 他们调来了臭名昭著的 731部队 往诺门坎战场的河水里 投放了大量的鼠疫 伤寒 探居病菌 在当年都是致死的 烈性传染病 这日军也知道 细菌武器极不人道 传出去要被国际舆论鄙视 对自己的士兵都严格保密 只说不许饮用河水 就等着苏军中爆发瘟疫 可是朱可夫将军 十分注重军队的后勤保障 早就修建了专门的供水管道 不用河水 而且苏军收到情报 知道日军使用了细菌武器 军营中都配备了药品 和检测水质的仪器 日军等了好几天 苏军还是活蹦乱跳 一天比一天精神 这关东军就问731部队 你们这细菌武器是不是过期了 没效果呀 731部队说 特别有效果 何以见得呢 几名不知情的日军士兵 喝了河水 成功染病 瘟疫在日军中肆虐 有一千多人死于他们自己投放的病菌 双方对峙了两个多月 朱可夫将军不想再拖下去了 在8月20日发起总攻 苏军五个装甲旅 近千辆坦克和装甲车 在飞机和火炮的配合下 迅速突破防线 对日军形成合围 虽然日军以命相搏 还是挡不住钢铁洪流 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围着打了11天 才艰难突围 日军大败 东京大本营这才明白过来 急令关东军停止诺门坎地区的作战行动 苏联也没兴趣继续扩大战果 双方就此打住 这场战役 日本关东军损失惨重 两个师团伤亡殆尽 两个炮兵连队被全歼 大量高级军官阵亡 关东军司令官直填千级辞职 有日本报纸惊呼 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 从未有过之惨败 朱可夫将军一战成名 斯大林授予他大将军衔 和苏联英雄的表彰 日军不辞劳苦 帮苏联选出了二战的中流砥柱 日军再次痛定思痛 看来打不过苏联 北进是没戏了 那只能南下了 转头瞄准了东南亚 日军彻底放弃了进攻苏联的念头 减轻了苏联的防守压力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 斯大林才敢放心的把远东的大军 调往苏德前线 力挽狂澜战胜了德军 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 那里正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美日矛盾迅速升级 终于在1941年 日本脑子一热 偷袭珍珠港 把一直在旁边干着急的美国 拉进了战场 更加速了法西斯轴心国的灭亡 这一切的起源都能追溯到诺门坎的战场上 可以说是二战中的蝴蝶效应了 对于这一点 恐怕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体会最深 那猪队友害死人呢 我是新杨 用漫画为您轻松演绎有趣的故事 如果您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故事和题材 请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赞关注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